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Android Studio的用法 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 怎么使用Android Studio来调试程序 好,我们先打开Android Studio的界面 这是我们的Android Studio 那么我们注意到 在Android Studio的上方有一个工具栏 今天要讲的主要功能 主要在极端的这一块 我们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是编译 点击它可以把当前的项目执行编译 然后如果有错的话 它会在下面提醒你 好,我们点击一下 注意到下面它就执行Grand的脚本 然后根据Grand的脚本中的一些设置 来进行编译程序 第二个项目呢 第二个项目是指定 你启动哪一个模块 作为你的主引导模块 那么我这里其实只有一个模块 所以说我这里只有一个APP 如果说你有多个可以启动的模块 那么这里你就可以做一个选择 你要启动哪一个模块 作为你最终的一个 启动哪一个模块 作为APK安装到这个手机上 那通常情况下呢 如果是说这里没有的话 那你可以新建一个 怎么新建呢 点加号 这里就很多项目 我们这里通常就选Android Application 好,我们先为这个Application 起个名称 这个名称只是让你记录 这个让你方便记忆 有了名称之后 然后我们注意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模块 这个启动它是有哪个模块呢 这里会有个下拉菜单 让你去选择 如果是说你有多个 可启动的模块的话 就是非Library的工程 那么它都会在这里列出来 让你选择一个 它这里就不会列出 Library的工程 比如说我们这个 MyLibrary 它是一个Library的工程 所以它不会在这里列出 好 下面呢 这里就是默认打包 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 你指定的一些构建 我这里先选择默认这个APK 然后这里是一个行为 是安装好之后 你要启动它 是启动默认的Activity 还是说什么都不做 或者是说你指定一个Activity给它 我这里只有一个MentActivity 自定义你的启动的 比如说有些 我们可能经常会调试 一些入口比较深的Activity 如果是说我们每次都启动 这个ModentActivity 就是说可能是闪屏 那么可能会比较耗时间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指定一个Activity 让它去启动 这个这种情况下 就会非常快 能够直达你所想要的一个Activity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使用默认的 然后以下呢 是就是说你在哪个设备上去安装 它默认是一个模拟器 你可以建立一个模拟器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弹对话框 它会让你选择是用手机 还是用模拟器 好 这就是它的一些选项 好 点击OK 好 我们就创建了这个 一个Apps 这个就相当于Eclipse里面的运行程序 好 我点击它 它会弹一个对话框出来 告诉我们 一 你是用手机进行调试 还是用模拟器来调试 如果是点模拟器 它会自动给你启动一个模拟器 我们通常选择手机 速度快一点 然后 这里可以勾上 就是说以后都不用再弹这个对话框 通常情况下 如果你手机是固定的 你就直接勾上它 就不用每次弹 好 点击OK 它这个时候会打开这个 安卓这个窗口 昨天我们说到了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DDMS的一个功能 那如果是说我们需要看日志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过滤 过滤什么呢 过滤这个 我只显示我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个日志 这样子的话 就很方便 就可以过滤掉一些系统日志 只关注于你这个程序 所输出来的日志 当然除了这个强大的功能 我们同样的和Eclipse一样 它也支持日志的过滤 好 这个地方选择不同的日志 然后同样的这个地方 可以搜索任意日志 比如说我做一个timeline 好 它就把有timeline 带timeline的这个日志给过滤出来 好 这个选项呢 就是说如果是说你有一个crash日志 crash日志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已经无法输出你的 已经选择你的进程了 这个时候那你就需要选择这 no filter no filter之后 然后它会把所有的程序 的日志都打印出来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去查找你的crash日志 最下边呢 是和Eclipse一样 你可以设定一些条件 然后可以手动它 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timeline 好 然后的这个tag是可以正在表达式的 我这里直接用message吧 这里是和那个Eclipse是一样的 OK 好 大家看着啊 我这里就把所有带有timeline的这个日志给过滤出来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认知的一个用法 好 如果是说我们要调试一个应用程序呢 和Eclipse是一样的 要点击它 那么就启动的时候 在安装的时候 它就会以调试的状态来进行 调试啊 比如说我打个断点 好 这里就是打断点啊 好 我现在断点已经来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断点呢 首先它这里会有一个你的线程的一个信息啊 和Eclipse的Thread是一样的啊 这是它的一个当前运行的一个线程站啊 然后呢 这边是当前的一些变量啊 这里也是同样的 这个快捷键呢 你可以自己设置啊 这里呢 它的默认的快捷键是在这个地方 背友告诉你啊 Step Over啊 就是一步一步的过 不进去这个函数 Step Into就跳到这个函数里面 遇函数函数啊 好 这个是和Eclipse是一样的 同样的 你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 就算表达是值呢 看一些当前的一些信息啊 这里比较强大的时候 还可以get this thread dump 把这个thread的信息给dump出来 比如说 这个主函数的一个状态啊 是在哪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 这个线程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都很清楚的告诉你知道的啊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啊 然后点击这个地方是停止 这些都是比如说禁用断点啊 查看断点信息 然后我们先把我们这个断点信息给停掉啊 比如我现在我已经运行正常运行我的程序 那这个时候 Eclipse在DDM时中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在对于正在运行的程序 可以打断点 那我同样的 Android Studio也提供了这个功能 就是在这个按钮上 点击它 它会把所有可以debug的进程给列出来 这里root过才有用啊 然后 确认点OK 那么它就进入一个调试状态 就可以进行调试 好对吧 它又来了啊 就进行调试 这就是这个 这就通过Android Studio来进行调试 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将给大家更加详细的介绍 这个Android Studio的一些新功能 我们今天只是过了一下 和Eclipse相同的一些功能 它的一些使用的方式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